我嘛 是啊 但是有一件事是好笑的 這件事反而重要 這真是動搖香港人對國安警察的信心 其實都不用動不動搖 我想大家都覺得國安警就是這樣 因為原來有三個人 今天被捕 因為他們無認國安警罪 無認公職人員 事源就是這樣的 有兩位公務員 一個是退休人士 他們在3月4月的時候 就說自己是國安來的 他們收到廣東省國安署的消息 就說人家是詐騙 他去詐騙說人家是詐騙 我突然打電話給你 據問你詐騙 然後你現在 你想不想我 滑一聲吞下肚子 如果你想沒有事發生 就叫他付錢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細節其實不是很多 根據法庭線的報導 如果港方發現消息屬實的話 就會展開調查 即是這個人 他現在 冒清國安警署的警員 就說我收到封 廣東省的國安在查你 但是這樣 幸好你遇到我 現在我幫你截住 你給不給錢 給錢的話 就不會理你 如果不給錢的話 就會展開調查 騙他多少錢就不知道了 但是這三個人 兩個是公務員 報稱是公務員 好像是停職了 其中一個是他 有班警 是嗎 是呀 警察來的 警員涉嫌 假務國安處人員 兩名被控警 警察務局 其實這些才危險 其實是 嗯 是嗎 你有個班人在 誰知你是不是國安 嗯 是兩個警員 和他一個朋友 就走去 打電話 那個朋友叫李雪輝 都不知道是不是去休警 其實是 他休人事 九成都是 是啊 但是給他保釋 一千元而已 當然不能離開香港 其實他就說 即是同一宗案子裡面 就說 他也是牽涉一個 叫串謀欺詐罪 他就說 這幾個人 就說 一重欺詐 一個姓張那個人 就交錢了 就結清這個 深圳南波夫法 玻璃公司 和中科創新產業 投資有限公司之間的交易 其實 即是 他怎樣結清這些交易 他們也是警察 首先一個問題 其實有 就是這樣 他是以國安的身份 然後就說 因為你和這兩間 濕大國企的交易 那些錢問題 九成不清 就拿了一條數 我們就不會動用國安 就是拘捕你 因為現在所有人都知道 國安是無法無天的 那很危險 因為警察會 當然得到很多 我們平常人 得不到的一些資訊 是的 如果 目標是養衰 或者是有錢 我去看看 他自己本身的 那個 經商網絡 他和哪些人 做生意 尤其和大陸 是的 然後他又無形國安 就說 你試不欺詐 你騙了他錢 這樣 是的 他說我不想用國安法去招呼你 你要知道你在大陸那裏有些錢問題 但是照計 那個被騙人士 他就會找回這兩間公司 這個玻璃公司 和這個叫中科 中科創生產業公司 去對質 你是不是報國安 如果你有報國安的話 可以四四六六插貼 是啊 所以很蠻蠻的 你想一下 為什麼會被騙呢 整件事 所以我懷疑 就是 可能因為對質 然後 對方說 沒有 沒有報國安 我和你做生意做得好 好的 其實就是被騙了 如果是這樣 就很蠻蠻 整件事 只能夠說蠻蠻 不過現在的警察就是差不多了 你有什麼可能 你偷了別人的信用卡 去購物買東西 去衛康買東西 買糖心蛋 買糖心蛋 買那些 買零食 大哥 他是想著細數 被人偷了卡 那個不驚不覺 最嚴重的是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去到這樣 你假冒國安警察 即是普通警察 假冒國安警察 本身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國安警察 我們昨天說過 我們前天說過 在612案的時候 是 大哥 他可以 老屈不用本 我說你612基金 涉嫌勾結外國勢力 然後我就可以查你了 叫你給資料 沒有這樣的事 找不到證據 一句不好意思都沒有 權力多大 到時候是誣你第二件事 但是 但是 他透過誣你這個途中 他已經可以拿了你很多資料 已經 目的已達 已經是 好像星哥那樣 你說星哥去採訪法團 然後就無端端 兩個國安警察 看到你 說什麼記協主席 大了 然後一次警告 兩次警告 然後就不知為什麼 進了法庭 然後我懷疑你什麼什麼 然後我申請搜令 查你屋 這樣也可以 又是 每次都是這樣的 他們是 手人不用本 他們是 這班人是 國安警察 正正有這麼大權 的時候 一般的警察 走去模型國安警 你想想 如果我有個警察 跟我說 我怎麼知道他不是國安警察 你可不可以證明你的身份 是國安警察 你現在警訊有沒有教我們辯認 什麼是普通國安警察 什麼是普通警察 有沒有 不知道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 你說你是警察 你寵案組 又混合一份 那些人是任調的 還有那些警察 這麼多風化案 警察到地鐵 看到那個女生 穿黑色衣服 性感一點 假冒國安警察 抄襲牌 很多人就是中招 總之我看到你是警員 有警察 又有槍 又有孖孖 我自然就會害怕 你想怎樣就怎樣 是不是 我覺得這件事很危險 你不假冒國安警 你假冒國安警 簡直是危害國家安全 一般人都可以做得到 尤其是現在考警察 多麼容易 大哥 那個成本很低 他銷售 他師奶都可以做到 師奶都可以 現在連魏晉都不用讀 魏晉都不用讀的人 進去做警察 然後我假扮國安警察 整件事多麼嚴重 簡直是嚴重損害 國安警察的聲譽 是吧 滅視國家安全 其實這件事 李桂華應該出聲 竟然不出聲 而且一千元就給他保釋 國家安全值一千元嗎 你是不是應該又找陳慶偉 去審他 你要保證你以後不犯 你不危害國家安全罪 你才給你保釋 應該這樣的 現在這樣都可以的 真是 離了大譜 沒有的 你見到的 阿星哥那些 他現在幾經辛苦 終於清除了 充紅燈罰款 那些事 成功離開香港 恭喜星哥 我們又恭喜他 可以順利離港 今早早我聽到的時候 我以為他因為太趕了 怕自己上不了機 所以就是充紅燈 原來他昨天才結案 那件事 抗他兩年 對 大哥 好像現在 你走之前 趕快去打算 充紅燈 充紅燈 我怕你變成了許智峯 是嗎 是呀 你現在就怕你盤空氣 他今早 我看回CChannel自己本身 其實他都有說明 第一他一定會回香港 第二他仍然會堅持做記協主席 第三就是如果記協有什麼事 找他的話 他會公開zoom 但是去到這個狀況 市眼傳媒都仍然是 不斷追擊他 認他打口 做到這麼便宜 警察在街上放一架車 即場面試 你搞到好像 搞到好像 在旺角那些保險經紀 那些保險妹 不斷問人家吃不吃煙 然後問你做個問卷調查 靚靚女女 那樣就是做 做一做一做 然後上一架車 問你有沒有興趣去做保險 現在警察是不是要這樣 這樣都做好一點 遲些俄軍 找些警花 找些警花 和你做個問卷調查 以前有沒有犯罪紀錄 然後說一說有多好談 有沒有興趣做警察 那樣 這樣 真是 露警察露到保險 真是 真是 所以就說 如果你這樣請回警察 可以這麼容易去 去露認到國安警察的話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 是吧 沒有所謂 他們 講開又講 今天 另外 你現在看到很多政治案件 其實都 加速開審 現在是 包括 七一案 七一佔中案 原本就是 明年才處理的 現在 你見他 先處理了一些認罪 我們今天才知道 今天 讀媒有報導 他就說 現在劉詠康 還有另一個 二十歲的青年 就說承認暴動罪 承認暴動罪 原本就是 控告你的另一條 進入或者逗留會議廳範圍罪 就會傳黨不起訴 這些就是講訴 講好了 但是 劉詠康 就 他認了暴動罪 但是 不知道他有沒有 撤銷另一條 入會議廳範圍罪 其實 會議廳範圍 我也有入過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過你不被允許 這樣進去 劉詠康 還有 那位年輕人 認罪 這個 我想 就可能會 早點處理 另外十二個人 不認罪 包括我們 現在認罪有兩個 就是劉詠康 和一個二十歲青年 其他人來說 我現在才知道 那個詳細名單 整大編委 記者 王家豪 我想他當然很想 嘗試 他用這個記者身份 去免罪 我想他可能就是 找這個去打 另一個廚師 羅樂生 二十歲 很多都是年輕人 年紀最大 那個已經是王中堯 四十一歲 原來他大我一年 其實是 不是 他是當時 四十一歲 OK 被捕時候四十一歲 19年 是一九七幾年 還有 運輸工人 何俊賢 還有 漸旺女村長 北惠芬 還有孫曉南 24歲的孫曉南 前國學生會 港大學生會主席 還有漸旺畫家 潘浩超 還有熱血時報 馬啟聰 馬啟聰 馬啟聰第二次被捕 他之前坐過了 只不過是熱血公民 那時候 就不幫他找律師 純粹找五百元 請了那些當值律師 就搞定他 真是慘 真正正正的 還要經常和王仁達做節目 那些人 還有地盤工人 沈鏡樂 二十四歲 都說很年輕 還有吳志勇二十五歲 文元范俊文二十一歲 周嘉誠二十五歲 還有南錦君二十五歲 絕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但是如果你被告入的話 我想他以整體的影響來做一個判量刑 如果真的被告入的話 我想起碼又是面對六至七年 最終十兩天其六 你便算回數 現在就是這幾個了 其實很多人都是因為進去沒有戴口罩 尤其是呂村長 因為他進去之後 我記得有一條片拍到他 沒有戴口罩 然後被人拍得到 把他的名叫出來 有片看到 其實是 大部分都是這些 但是至於 你說最後最後 原本說齊搶勢落 最後幾個死事 不知道有沒有在 真是不知道 但是就 不敢說了 去到這個狀況 希望他們就是 希望他們好運 好了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不是 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是 夜場我們就11點